公元208年 曹操率领百万大军 向一举击败东吴国 在赤壁与周瑜的三万骏马隔江相望 曹军多数是北方人 不熟悉水战 燃斗战不稳 一交锋 曹冰就大败 曹操又下令用铁链将战船连接起来 黄盖和周瑜秘密研究了一番 想出了苦肉计 第二天 黄盖家装不服从军力 与周瑜顶撞起来 周瑜大怒 将黄盖痛打了一顿 黄盖一气之下 写了一封投降书给曹操 黄盖选取了十艘战船 船上装满干柴 并在上面浇上游 用不遮好 一切准备停荡的黄盖带领战船乘风 向长江北岸驶去 满载萤火雾的战船刚驶到江星 黄盖下令张帆 帆一升起 战船立刻飞一班向前及时 当船离曹军还有二里时 黄盖下令点燃战船 船上的所有官兵都跳上小船 战船像火龙一样 冲向曹军的舰队 曹军的水军被毁灭了一半